智乔主 HELP 字幕 assembl G���abilir 老師 大家早安 今天代表僲 counselors歡迎大家來臨部월勝 今天是我們的自主學習節 繼數位學習習行為分析的研討論 我們怎麼辦了 五場公開課 这舞场的公开可以特别感谢我们在自主学习的舞蹈专家来学校 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指导 首先介绍我左手边的真正副校长 远从高雄而来的黄泽然老师 另外三位是我们新北市的很优秀的老师 吴喜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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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搭配的分手合作学习的 所以我们还有两位分手合作学习的也会来给我们一些的指导 我们先介绍美惠主任 东美惠主任 吴喜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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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喜 abundan 这一节是算应该是算这个第二节 那但是整个单元是进行到第三节 所以他们流程图的话 今天就是在碰第二次 然后我会请他们 之前是请他们做那个 情境分析先做那个影片 然后看完影片之后 先转成情境的流程图 那这个影片大概就是在讲说 定时 开关 那他们是看个影片然后再把它转到 流程图这样 那其实如果要讲到运川思维的话 还有一叫做 城市流程图 所以在转城市流程图之前会希望他们先从情境分析开始 转到情境流程图之后 知道他什么时候 要做开灯什么时候做关灯的动作 那接着我们把 这个 这串语意再把它转换到城市流程图 然后城市流程图 那你再转换到积木堆叠上 那这个最主要的宗旨是这样子 那 呃 等一下会看到的就是他们 会把原本上次 放在英才网上面的 情境流程图把它转换成 就是城市流程图 对那 中间呢 有一些东西我可能就是会很简单的 略过 那主要就是他们去思考 因为那个投影片上面其实都有放一些 可以让他们自主学习的部分 对那所以他们等一下就是 做完这个 呃 做看完这个流程图之后 他们转到积木 然后去做堆叠 那因为他们也是今天第一次接触到 高士大所开发的那个积木 所以我前面也会稍微带一下 那其他会请他们自己从 投影片自己看 那 我这边的话呢 我原本是有写 组内跟组间然后 组内可能是分四个人 可是我后来想想就是两个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能会把 呃 一些角色就是去掉主要就是 左边就是A同学右边B同学 然后让他们就是先试着自己先做一次 积木的堆叠 然后后来再让他们 就是互相比较一下对方的积木 怎么做的 那刚刚会遇到什么困难 那我会特别留意就是说 请他们记得要 稍微 互相 讲一下 因为等等可能要上台报告 就是要报告他们 之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问题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请他们 注意一下就是组内报告东西 然后到组 组间互学的时候 再互相上台报告 那因为我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分很多组 所以可能不会一个 一组一组都上台报告 所以我就会抽点几组 对 那 那 之后就是做一个总结 那总结就是可能 把一些城市流程图他们刚刚遇到的 然后还有一些单项跟双项结构 做一个复习 这样子 那有 机会的话再做延伸 大概就到这里 有没有 老师有问题的 好 那 就报告这里 谢谢 跟乡亲的 跟乡亲的 谢谢 谢谢 校长还有各位贵宾以及历龄现场的老师大家好 我是五年二班的导师林子杰 那等一下第三节课呢 我要教的是语文领域的国语 那版本是南医教材的第三单元 美的发现里面有一课在讲述台北市捷运新一线的公共艺术 那是第九课寻找艺术精灵 那在上周就是在课前呢 他们就是班上的孩子他们已经有进行过自学的部分 就是有透过一部有透过那个 因为这一篇课文是我们这学期第二次遇到的说明文问题 那有先针对说明文进行自主学习 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它在里面描述了公共因素的外观 所以针对视觉模写的部分也有进行过自主学习的影片 那自主学习的影片结束之后呢 有设计Google表单让他们做检核的动作 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还有进行印裁网的组件的试题的检测 所以呢等一下课堂的一开始呢 课堂的一开始 就是导入的部分呢 这边我们会先稍微检核一下 他们在上周做的这个印裁网的视觉摩写的部分 然后是不是有一些疑惑或者是呈现答题的数据这样子 然后在共学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堂课的重点是放在视觉摩写的练习上面 所以呢在主内共学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文本里面所提到的四个公共艺术品 然后让他们做讨论 然后找出描绘这个公共艺术品外观的一些形容词 然后进而把它创作成一篇小短文 然后接下来就由各组上台进行报告 那大概的流程是这样 就是每一组他们会先抽取一个公共艺术品 然后观察这个艺术品 透过一些图片然后观察这个艺术品 然后写出它的视觉摩写的形容词 然后由各组去写出创作一篇小短文 然后之后呢请这个同学就是我会用随机抽选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做发表 所以主间护学的部分呢就是会让他们发表 然后在共学跟护学的地方呢都有检核表的动作 就是他们会针对他们自主学习的部分做检核 然后呢主间护学的部分也会有互评 然后最后导学的部分我就会带他们统整一下 然后回复一下这节课的一些学习重点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一堂课的流程 那不晓得有没有老师或者是贵宾有问题 好谢谢大家 校长主任在场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507的老师 今天第三节我们班要上的是 午上康轩数学第八单元面积的最后一节课 复合图形的面积 那上个礼拜四我们把那复合图形面积 它有分成就是前面的部分跟后面 那上礼拜四班上已经上过前面了 就是把复合图形拆解成不同形状的形体来计算面积 那今天主要要上的是 就是有挖空的部分的面积 那孩子今天是第一次上 然后上个礼拜 孩子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自学单 那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呢 我主要呢会先检讨他们上个礼拜写的自学单 跟孩子就是讨论一下他们的错误类型 还有解题上的迷思 接着呢我就会引导孩子 就是这是他们上个礼拜做的自学单 那接着我会引导孩子共同来解这一题要 就是公园面积要挖道路的题型 这是课本题 那孩子做完这一题之后呢 就会进行组内的共学 他们会分配到全班会共同一题 就是数学题 然后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题 我将班上分成两种解法 那本来是想让孩子自由发挥他的解法 可是就是想要看看孩子 不同解法的解题过程 所以我就特意安排了 有四组同学会用同一个方法 另外三组 我们班分成七组 然后另外三组用另外一种方法 让孩子去察觉说 其实符合图形的面积 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然后只要他能够解题正确 答案都是会一样的 那接着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大概会找两位 不同做法的孩子上去报告 然后就是随机抽 然后接着就是主兼互学的部分 会有两个题目 然后更就是有 第一个题型会有四组 然后各两种做法 都有分配主别的孩子 去做主兼的互学解题 然后第二个题型有三组 然后也会出现两个做法 那之后呢 就会请同学生呢 上台分享他的解题过程 那这过程中呢 也应用了做学习 让孩子就是讨论 然后共同解题 然后最后呢 就会就是这一节结束之后 会跟孩子做总整理 然后孩子回家 有回家作业 配合课本习题的作业 还有网路上的影片教学加强复习 这样子 那今天的课就是 大概是这样 那不晓得在场老师 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OK 那谢谢大家 校长 还有余慧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那我是三年期班的 辉祥老师 那我们班是三年级之后是 第一个学习使用音财王的 那个自学的方式来做学习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孩子们还在熟悉的部分 那上个礼拜 孩子们已经完成了影片自学 还有那个自学单的部分 那根据他们自学的结果 我发现孩子们在 几个四分之一 这个部分他们是比较 错误率比较高的 还有分子跟分母的意义 这边也蛮多孩子是有错的 所以一开始课堂导克的部分 我会针对孩子们 错误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再多花一点时间讲解 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我会把孩子分成 我们班分成七组 那每一组有四个小朋友 那第一组跟第四组 他们会去讨论这个题目 然后第25组会讨论 第二题的题目 第36组会讨论第三题的题目 那第七组他单独一组会讨论 情境跟他们在自学单上面的情境 比较一样的类似的题目 那我是希望说孩子们可以在这十五分钟 也把内容讨论完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属于一个新的概念 那他们第一次在学习新概念的时候 我导入英才好 不然一般大部分都是在学习的中断 那我不知道孩子们讨论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希望可以在时间内完成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是 我就让孩子们坐上台发表 根据他刚刚讨论的题目 做上台分享 然后再让其他孩子提问 然后最后的部分就是总结 今天要学到的比较重要的概念 然后最后做一个简单的评量 看看孩子们今天学习的成果怎么样 那以上是我的教学的流程 那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什么 好 贵妃们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 校长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第五个层次 那我的部分是三年级的自然 那因为我前 因为去年跟前年我们学校就是 是我这边就一个场次的 那所以我是直接用 我去年的简报改一下 那我直接用这个来说课 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但是因为我发现 共同说课的好处就是 大家如果听到别的场次很好 就等一下可以改变 我们不一定报名哪个场次 就一定要被绑在哪个场次 如果你觉得等一下 我说得很清楚 你可以不用来看 你可以去看别的场次 没有问题 好 那我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先用了课本上 因为课本上大部分都只提长条磁铁 长条磁铁它会介绍得很仔细 那所以呢 我们上次的就是说 一条磁铁当中哪边的磁力最强 那以课本上的做法就是会给一堆磁铁 就大家看左边的图 就有一堆磁铁 那发现呢 两极 吸就比较多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自己发现呢 焦距室有一大堆旧的焦距 叫铁粉盒 我觉得没用 实在很可惜 所以我也拿来让他们玩一下 然后他们也发现 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两极 那第三个也是课本的 就是它让五个五支回文针呢 去吸 但是都有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席座大家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凹凹凸凸 所以呢 我学生第一次做 用席座上面的这一个线 去吸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 怎么都不是我要的结果 对 他们就会一下这边吸两根 一下这边吸三根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今天的学习单 我有给大家一个这个图 就是我直接把课本的线 画在学习单上 因为我们就直接重做一次 然后用那个平面的一张纸上去做 结果就非常的完美 所以这就是我再重新把洗座的东西 再拉过来的原因 所以你会看到学习单里的第一大题 其实是课本上的 然后再来呢 是我用英才网 英才网下有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课程包 课程包呢 它可以让学生上传 像刚刚上一页的照片影片 我都让学生脚作业脚上来 那这个呢 是我用它的白板绘图 那白板绘图呢 其实右上角其实是 教科书厂商提供的一个 图像的试题 那我就直接截图 让学生作答 那所以这个作答是 全班都有作答 然后呢 我们就是得做一个总结评量 知道长条磁铁的磁籍 那接下来我这一节课呢 就是要比较不同磁铁的磁力强弱 那所以我的重点会放在 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的 圆形磁铁和U形磁铁 但是这两个磁铁呢 在那个英才网的 那个影片里面已经有了 那那个操作呢 它就是一样 用的是回纹针 那所以既然看过了 细帖做过 所以这个会是指示 我一开始的小小的实作 就是他们一对一 然后呢 让他们自己选择要用铁粉盒 还是要用回纹针 来知道圆形磁铁 跟U形磁铁的磁集在哪里 然后把最长的部分圈起来 那这里我们会用到分组的做的技巧 就是那个type pair share 就是2一对一 一个人操作 另外一个人帮他记录 在上传印采网 然后再来是社群护学 这里我设计三种工具 叫ABC 就是我有圆形长条 跟U形三种各有两个磁铁 要比较他们的大小 那我的ABC三个工具呢 就是A工具只有变板跟回纹针 那他搭配的就是两个圆形磁铁 那小钢珠电线压条跟一把尺 搭配的是长条磁铁 然后这一只只有罗帽 这个最简单 这个是U形磁铁 两只 然后请他们用这些工具呢 分别知道甲乙圆形磁铁 甲乙长条磁铁跟甲乙 U形磁铁他们的磁力强弱 好 那再来我们就会有像这样子的结论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课本上 他就是用一个课本一垫 就告诉学生说 这是超距离 磁力是超距离就结束了 那所以我想透过像他们用电板 比较这个大小 发现说我们可以用相隔的数量 而多寡还有稀起的数量 还有开启吸引的距离等等 来作为磁地大小的判断依据 好那再来我们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会再给三个 就是那个算是结尾的评量 那个评量就在他们学习单上 如果大家拿到我的交案的话 那我最后的结论 其实我是要导向这个结论 那我前面设计的说的实验就是要知道 强弱跟磁铁的大小形状都没有关系 那不能用外观判断要测量才知道 好 那以上就是我整个课堂的流程 那最后才会再回到课本说 有一个磁铁的实验 好那我的说课到这里 好说得很清楚吧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知道行政 其实我是说真的 行政老师因为我们上的课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我在掌握度上面 我真的跟他们四位学习很多 所以其实他们才是我今天想要就是 揪他们一起开这么多场公开课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现在先 另外我现在切换到我是 明湖国校教育主任的角色 好请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公开授课 首先呢我们等一下的那个说课到10点10分 就是我们的学校的第二节下课之后 我们中间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来宾移动到我们的各官课的教室 那我们后方有五位 有四位实验老师还有我们资讯组 你组长会带大家移动到各个场次 那最后11点10分结束之后 请大家利用10分钟的下课 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场地 我们进行议课 好那请官客人留意 第一个我们可以就近观察跟聆听 也就是你可以移开你的座位呢 去听或是看一下他们怎么进行讨论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不要跟他们说话 因为怕他们就是没有注意到老师 就是影响他的专注度 那第三个如果您因为学校的科务 或是交通路程的关系 没有办法参加最后的议课 没有关系请您要务必完成牵退 还有把我们的官课记录交回来 因为这个我们要送回那个 教育部的那个计划单位的 那第四个我们后面有我们学校的板夹 方便大家在做官客机如用 那请要归还 那其他的物品啊 像是笔记本 名牌 还有笔 名牌 挂绳 还有口罩 口罩我们数量是够的 所以等一下请后面报道人员 老师们离开的时候 帮我们再把成人口罩 一人分送一个 请你们就带回去做纪念 再来 本次的活动教案是提供电子档下载 所以在您的名牌背后 你会看到一个QR Code 就是您报名的场次 你可以下载电子档的教案 那如果是那个没有报名的 已经报名的我们也学校 我们自己帮大家印制纸本 所以应该也会有拿到纸本教案 那如果是临时报名的 那请您后面要记得填上身份证字号 计划单位会帮大家合给全国教师研习网的时数 那只能够请您扫描那个立台的QR Code 拿电子档交案 好这是我们学校配置的 那这边要请大家稍微记一下 因为等下怎么移动呢 我们学校的配置图也算简单 大门进来之后 只有前中后三栋平行的建筑物 以及左边一个贯穿三栋连结的建筑物 那请大家我们现在中间中栋试听教室 如果你等下是要参加我的场次 出去以后请你左转直接上到三楼 就会找到自然教室一 那如果你是参加A10 就是徽翔老师的三年级数学 等下请你出去之后右转 然后再右转走到后洞那边上三楼 那如果你是十一的场次是乔林老师五年级数学 一样请你出去右转之后 但是你要左转上四楼五年七班教室 再来是十二 A12是梓杰老师的五年级国语 请你待会一样出门之后左转 然后我们从中间经过那个有个楼梯 有个卫林到一个穿堂 然后也是一样上到四楼 最后一个最远 就是刚刚第一个说课的 有点复杂的就是 因为我画的时候觉得有点痛苦 就是他出来之后 他是在我们的左前方的活动中心 那因为他们是电脑教室都在那一带 所以等一下要跟上 如果是A13场次的 因为路有点远 我实在很难口说清楚 所以大家待会就跟好我们的那个实习生 实习老师跟我们那个行政支援的老师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移动了 那我需要喝那个水的 我们前面都有那个饮水机 然后建筑物两厕都有厕所 好 那我们先走最远的那个A13是哪一位 来郑玉老师 我们资讯组郑玉老师 就是A13要看秀明老师的场次 对现在请跟着 好在开始唱歌之前呢 因为今天有一些玩笑老师来 那我们先起立 好我们面对老师 好我们跟老师 老师问声好 老师好这样子 敬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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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求签可以做下 好 好 好 那老师先做广播 好 那很重要 我先来 好 上次我們有請大家做這個 如果我們每天都得請學校人員開關 擴散處的燈光 那會相當耗費人力 所以我們用了定時機制 那上次有請同學呢 做了一個請進流程圖 然後再來轉到城市流程圖 大家應該對這個還有影響吧 集點幾分幾秒 LED會自動開燈 集點幾分幾秒 LED會自動關燈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轉成機目流程圖 要怎麼做呢 待會兒我們會講到 好 那我們先打開這個簡報 好 那今天我們 會分組 那分組的方式呢 因為大家第一次接觸這個 所以我會讓兩個人 一組 那剛好我們的人數都是偶數 那就是1號跟2號 這樣你們就是一組 知道嗎 然後3456 所以剛好分分完 那再來呢 我會稱為左邊是A的同學 左A又B 又是A跟B 那我們呢 等一下呢 會先各自做自己的積目堆疊 你如果有不了解的 你可以小時候問一下旁邊 做得怎麼樣 但是你還是要先自己完成一下 那之後呢 我會開放給同學 練習你自己上台報告 因為我們最後上台報告 只是因為我們這樣子分很多組嘛 所以不可能每個組別都上台報告 但是呢 我會隨機抽點 小組裡面的其中一位 比如說 A同學報告 那就是A同學要 那B同學報告就是B同學要 所以是不是兩個人都要 有練習過上台報告 對吧 因為不知道 到底老師抽的是ASB 因為我不會馬上講 所以你們要自己練習一遍 那不論結果是對是錯都沒關係 這只是剛開始 所以你一定會有點不熟 那 那根據你之前學過Squitch的經驗 你應該對積木有一點了解 因為這一個網頁 它長得非常像 什麼 Squitch 所以呢 待會呢 我們要做成這樣的積木流程圖 那可能我們的積木流程圖 會不太 不只一個答案 有可能有兩個答案 三個答案 那我已經說了 就是不論我們的 積木是對是錯 你就是先你們自己小組先自己討論 那之後我們會有一個上台報告時間 這時候呢 請問一下人家上台報告 你是在底下自己討論做自己的事情 還是發呆 還是仔細聆聽 仔細聆聽 仔細聆聽 我有把這一張表放在我們的公司 所以你大概就是要說 我報告一開始的時候 先介紹自己的主編 那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分主編 你就講一下你們這組有誰誰 我自己跟你的partner 然後呢 你可以清楚描述你們用到什麼積木 再來你還可以說明說 你先放什麼積木 為什麼要這樣放 那分享時候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麥克風 因為讓後面老師聽到 然後攝影機可以收到贏 再來如果 其他小組你有詢問 你可以做加分 你回答 那他有詢問 他也加一分 你也加一分 OK 好 那這個得分就是 我們大家今天就做參考 因為畢竟大家第一次試用 好 那不論是怎樣 有沒有正確答案 你學習過程 跟聆聽的能力 是更加重要的 好 那我們上次呢 可能沒有讀書這個流程圖 我們今天就學用到的 會是這個流程圖 跟這個流程圖 所以呢 你上次 在判斷的時候是個零行 那處理的結果 就是這個正方形 如果時間下午點 我們用24小時自然 那他就是開燈 那如果時間6點10分 這個是上午6點10分 因為早上滿 就關燈 就是省電 那等待0.5秒的時間 是讓他有時間做關燈動作 那再重新判斷 0.5秒 然後回到開始這個地方 再重新一個一個做判斷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幾乎流程圖 我有說一下 你在這個網頁上面 完成流程圖之後 你可以開啟搜尋工具 檢取工具 如果這一盤沒有檢取工具 那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搜尋 可以就打檢 檢到檢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那點下去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截圖 那大家應該 解過兩次圖也知道說 這邊要按一下新增 那就把這整個截起來 如果你的圖很大 就收小一點 這樣截起來 可以喔 好 那 那 接著呢 截取完畢之後 你就可以 練習一下傷害報告時間 我還是會給傷害報告 練習的時間 可是如果你已經完成了 可以先 多做幾遍練習 確認一下對方講的 那你報告內容可能是 我剛跟我的同學討論之後 發現他跟我有哪些不一樣 那我就學到說 因為要放這個 所以怎麼樣 可以用這樣的語句去敘述 好 那我這邊 後面啊 我有 如果大家時間這麼快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模擬連線 那這個我在後面 會再講 他其實就是呢 可以把 你們 右手 右B的同學 應該都會有一個核子 對 這是真的 真實實體的板子 那可是他可以直接放在 我們可以直接 用模擬板 這個模擬板 然後 5016B 去做練習 那我們今天會用到燈塔 這個D4 D4的部分 好 那 因為現在時間 他是跟著我們 這個電腦時間 現在電腦時間 10點38分 20幾秒 所以等一下 我們在做 那個程式的時候 我後面有寫到 大概是在 第1 好 第13章 他就講到說 欸 如果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會用一個紀錄 對不對 然後幾點幾分 等於 等於多少 你不可能用 真的用下午點嗎 用這樣的時間 沒有 17點 所以你可以先用 欸 比如說 現在10點38分 那你要讓他等一下兩次 你可以用10點39分 0秒這樣 好 你要自己設定來幾 如果不行 就往後一點 因為怕你來不及 十晚之後還要再按開始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 之後我們就會開始 傷害報告 傷害報告的時候呢 我手機抽點 那最後就是我們總結 這樣子 還有問題嗎 好 如果有問題 你就是舉手 然後再過去 稍微解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請大家 我們就開始打開這個 然後你都知道 欸 開始 需要的時間紀錄 然後 如果在哪裡 如果 找到嗎 如果在控制 對吧 那 如果那麼 跟如果那麼 否則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這兩個的差別就在於 就是 如果不是上面的時間 他就執行下面這個 那這邊的話 你都可以自由選擇使用 可以嗎 好 那 這邊會講到一個 燈條 說老師燈條怎麼控制 好 這邊 他其實呢 方便有講 有個將Ws2812 這個 那這邊呢 請大家 過說明 你可以用 一百分就好 今天最量是 二物 可是二物你真太良 你就用這個120 好 然後測試看看 好 那待會我也有講他這個 所以請大家先完成 基目的堆別流程圖 好 好 那等一下我一 結束網路 就請你開始 堆疊基目 那堆疊基目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簡報 放在 第 好這裡 我用個起始基目 你可以用這個開始 然後這邊你可以對照的用 這個開始 應該是我們基目的哪一個 這個如果那麼就是哪一個 可以嗎 好 開始 你就簡報 跟你的網頁可以互相做對 如果 欸 圖網界回去看一下 當過一百分之一 結果看著 要把關燈 還有廳廟 再開箱 我們還有關燈要做 解決 開箱 鍵 海報裡面也有講到說 欸 幾百二十開燈嘛 那如果我要關燈呢 好 同學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已經開始有在討論他們 可能做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如果你打單 就不要自己一個人 你要記得跟同學做一下討論 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就不要在討論他們 你不要拿出來 就不要這樣 就要不要自己 就要不要這樣 然後就要去吃 就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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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先停止一下 打斷你們討論 3 2 1 等一下我們要進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先進行到這個 主間護學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先練習一下 至少講一次給對方聽 如果你說老師我還沒有怎麼做完 沒關係啊 你就說你現在做的到哪裡 用什麼什麼積木 那接下來你不會的地方在哪裡 可以嗎 好 現在先做這件事喔 先做第14章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再1分鐘 2分鐘就要開始 上來報告 好 要擦臉 去 好 再三十秒 好 還有二十秒 我練習講一遍 我比較不會緊張 好 好 最後 十秒 好 時間到 好 我們先閉上嘴巴 先聽老師特別 好 好 待會兒我會請 我教導組別 的某一位同學 好 來這個是 一二號的話是請 B的同學 B的同學 所以就右尾 然後七號八號 我們請到七號同學 A的同學 然後 這排 林軒跟子軒 D 林軒 好 再來 齊傑跟品語 是 品語 不要這個 就是你 好 我們先 我先請 我先自願 先上台 寫比較 不會那麼緊 那個後面比較好緊張 OK 來 如果 職權你要一起上台 可以 各位來 到這邊來 畫面會轉到你們的電腦 你們是開這個吧 好 我是 林軒 學者 學者 好 好 當日期被檢測時 然後是 下午的五點 那個燈就會開起來 好 然後 如果 上午的六點 整點的話 那個燈就會關掉 來 剛剛他說 幫幫幫幫幫 那有沒有同學 想針對他 報告的內容 因為他可能有一些地方 沒有講清楚 好 那你可以 問他一下 讓他可以報告更完整 有沒有同學 來 是 來 子希跟丁宏都舉手 因為我看到丁宏先舉手 丁宏先問 丁宏先問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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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講說 你用了什麼 請稍微描述一下 描述開放 這是 這個是用 綠型被領域的 檔木 跟 如果 如果 那麼 然後 藍色 那個積木 是時間 金 然後綠色 是什麼 等於什麼 跟錢 幾千 請問 在中間沒有到出及 但是 重問幾次 還不是指挙ών過一次而已嗎 所以 可以 Sure 好 所以可能 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好,那七姐 你们有两个将绿期被点击 那所以是将绿期被点击两个再几次 呃,他有没有入过 那么所以如果这个 这个绿期被点击的时候 两个会同时执行 可是那个六点钟的是在五点以后 好,还有问题的吗?没有问题 那我们掌声点一下,谢谢同学 来,接着呢,还有谁? 哎,这绿有底下头有帮忙补充满多了 还有吗?没有的话我就要点哦 那我们就先请双方又为这绿 那刚刚那个受根好像是有点搞不清楚 但是呢,我看那个又为在帮忙 然后我们用了 当绿期被点击跟重复无限次 还有如果,那么 跟目前的时间分,还有秒 跟黑色的灯条 那刚才我们有遇到的问题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如果跟那么这边卡过 我们不知道是要用如果 否则还是那么 所以在这边有一些问题 然后后来有询问旁边的同学跟老师 就有解决 没有 那开放同学问哦 因为他可能他的数字也跟大家有点太一样 你都可以跟不同网络用 等一下 刚刚看到俊 俊凯 他说 你们这个有特别设计吧 还是 是 是 这个 我们等一下会更改 所以他们应该要改一二二 好 那个请兵圈 他 他对这个 我们下面这个六点零分 这一组的黑色积木有点疑问 他说这个零分 零零零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让它不会亮 就是让它不会亮 可以 好 那刚好有解答到你的疑问 好 接下来 又欣 OK 同学有提到好像没有等待 的那个我觉得 他同意 我背 还有吗 好 没有的话我们就掌声 感谢 好 好 那接下来还有 欸 还有两组 同学有点 我们先请齐杰跟平衡再走 来 好 好 来 来 来 就是呢 略usch 一 就是呢 对 他沒有重複限次 如果時間到上午11點子 他的那個燈就會亮起來 然後如果等待直到11點02 他的燈就會晚掉 好他有很誠實的說他不太會 不過他還是有講出來 那有沒有同學要有疑問的 我們開放兩個好不好 優秀 那那個她的11點是上載的效果 就是這兩個時間是少嗎 還是有一個上載的效果 他們你們剛剛在做的時候是不是 以為說等一下要測試 所以先把事情改成現在 他們是這樣以為要先測試 今天可能來不及測試 剛剛結尾是這個答案嗎 也是要問這個嗎 OK好 那麼 只期待 他說你們這個等待直到這個 好像後面沒有任何的處理解決 他看著很合理就放進去 他覺得很合理他就放進去 是因為那個等待直到 你要等待等到那個 上載的11點 他就是因為自己的關係 那他說 那所以你們放兩個重複11點 二分 他說為什麼要放兩個 等待直到 這邊有一定就一個如果 為什麼要放等待直到 沒有關係 他這邊有講到說 還是要到如果那麼 最中間要放個等待直到 你是想說等待直到0.5 過了0.5秒嗎 那類的嗎 等待 放個等待 這邊可能同學之間 好像他有點卡住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下次把這個拿來做討論 拿來做討論 如果放了等待直到 然後下面這個如果那麼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組金毛棒 下次用這個模擬板測試一下 OK好謝謝 掌聲兩下 好 那其實今天大家表現的 我覺得都非常棒 因為都要把 現在我們剛剛解釋 如果 那麼 然後把時間點 略出來 再加上 燈條 然後什麼是開什麼是關 好 我知道 我們現在下一組會先輪到他 可以嗎 謝謝 好 那下一次呢 我們不僅要測試這一組的 試試看 因為我也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然後還有 論生對組 接著論生要做報告 好 那現在時間 因為已經差不多 那請大家做解圖上傳 把成果記錄下來 知道 那如果OK的話呢 解圖完 上傳成功 你就可以先 下課 那如果解圖也不可能的 請先問一下 你同組同學 老師剛剛有出發一下 怎麼樣把 右上角那個 車車把它弄小 你當比較好解圖 為甚麼 好 請 讓我擔心 好 請問一下